我是杨天发 我觉得亨乐图书馆最方便 最让我感觉用得很舒心的一个地方 就是翻谱这个事情 我们不用去考虑像普通的纸的这种谱子的翻谱 会翻不过去啊 像这样的话 你用一个手势点一下 它就会翻到下一页 用两个手势同时点的话 如果你有一个反复 两个手势同时点 它就会回到你要反复的这个地方 刚开始的这个地方 在演奏的时候 如果手不方便来翻谱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Bluetooth踏板 来用脚来点这个 翻谱的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会让你在演奏的时候 感觉更随心 更加剧投入到音乐的演奏里 我们下期待会订阅